健康2.0 凱雲陪你守護全家再升級 你有沒有這樣子的問題 腸胃 有的時候就好不舒服 胃出血 胃穿孔 聽起來都好可怕 還有胃潰瘍 噁心吐血等等 真的有這麼嚴重嗎 這不只是電視裡面演的 真的會發生 怎麼會這樣 那麼有的人覺得我睡前 一定要吃點東西 才能夠舒服 才能夠好睡 這只是嘴饞 還是你的腸胃已經出毛病了呢 我們要如何來保護它 我們今天請到了醫師 包括嘉醫師的謝銀華醫師 你好 各位大家好 還有高雄榮總腸胃科主任 徐秉毅主任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營養師宋明華 大家好 生計飲食專家王明游老師 各位好 各位大家好 還有邱明玉 大家好 我要先幫大家來問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有 謝醫師在現場 嘉醫科的而且是專家 因為很多人啊 在我們健康2.0的網站上 還有不斷的問凱雲說 最近麻疹的問題 讓大家很緊張耶 所以先跟我們說一下 最近你們看到麻疹打疫苗 大家這種緊張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想四月二十二到二十四就是四月下旬 其實已經打了一萬劑 那疾患署也開始把這個疫苗做統籌的處理 對 那事實上現在很多人就是有點恐懼 因為每天有一百萬人從這個地方到國外任個地方 所以大家都在移居 飛來飛去 飛來飛去 那前日最緊張的還是日本 現在輪到台灣來 所以事實上這個疫情呢 還在燃燒 好 我們這邊有至少三位媽媽在現場嘛 對不對 你們感受到那種恐慌的狀況 大家在怕什麼 當然就是那個新聞報很大啊 不是有一個30歲的這個男子嗎 上個月他去這個泰國玩 結果後來就感染了這個麻疹 可是當時呢他是因為咳嗽啦 然後這個發燒 他就以為自己是感冒 結果感冒之後他就覺得不以為意 他就還搭著連航去沖繩灣 結果沒想到呢 確定是麻疹的一個確定病例 那當然啊 就是後來就是他搭了這個 那個連航 包括什麼機組員啦 空服員啦 孫生都中標 對 然後還跟他同行的這個同事啦 回來再去醫院就診 連接觸他的護理人員 通通都確診中標 那你看就是一路的這樣子感染下去 目前喔 據了解就是說 台灣跟日本 現在都是近九年來 麻疹疫情的最高峰 那說實在這新聞一爆出去 我們不要說媽媽了啦 這裡還有孕婦啦 真的 台灣人超級恐慌的 現在就像醫生講的 那個疫苗整個大缺貨 甚至還有家長跑到醫院大喊說 我要疫苗 甚至還要打電話去說 我要預訂疫苗 那個護理人員就有點哭笑不得說 哈囉 拜託 我們不是訂餐廳喔 對 這不是 有沒有預訂這件事情好不好 你至少要先去給醫生看 醫生評估之後你再來接種 所以有醫生或護理人員就在感嘆說 現在台灣人不只在搶衛生紙 連疫苗都有那種缺貨的恐慌 其實在我們比如媽媽那個年代 得麻疹其實真的沒什麼 就是發燒 流鼻涕 可能眼睛癢之後就沒有了 甚至我聽我媽媽講說一千 比如說姐姐得麻疹會把妹妹拉過去 一起得 比較好照顧一次照顧 對對對 其實就是免疫了 但是因為我自己懷孕 尤其如果得到麻疹的話 是有可能會死胎的 所以其實像我自己 比如說現在坐公車 坐捷運 我就一定會戴口罩 因為麻疹算是一個傳染力很強的 而且他其實還沒出診之前 他就已經有潛伏期了 就有可能會 很多人不知道 他以為是感冒 所以其實如果你有感冒的症狀 不論你是不是確定自己是不是麻疹 記得戴口罩 不是保護自己 是要保護別人 好 所以西醫師到底他的傳染途徑 還有他的威脅是什麼 他就急性高傳染性 這個上面看到了 就是我們在感染到初診 有人說7到18天 然後這個最危險的 就是初診的前後4天 因為初診日大概在4天 所以其實開始有症狀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傳染力 然後出診後還是持續的 那一開始他的燒其實是 低跟中 比如說37 38都有可能 但初診後反而高燒 就是他比較可怕的地方 那空氣飛沫傳染 或是鼻煙的分泌物都會傳染 所以大家有時候 那在哪裡呢 就是有時候我們洗手台的時候 有人洗個鼻涕就流在那裡了 然後這個公共場所 隨便一瞻靠個扶手 就是跟SARS當年一樣 事實上沒有SARS那麼恐怖 但是它是比感冒還可怕一百倍 所以要特別記得注意 所以基本上聽起來也是 勤洗手是最簡單的防護就對了 對 沾人道是危險的 可是有點麻煩 因為他初期的症狀跟感冒有點像 是 好 尤其孩子有一些玫瑰疹什麼疹 其實只要一出疹 家長就會會怕 是 有沒有簡單的分辨 好 那其實我們就這樣來記了 大概就是 他的那個兩個發炎就是 兩個發炎是鼻炎跟結末炎 這眼睛有時候會怕光胃光 然後呢一個殼 就是那個咳嗽很明顯 再來就是這個一個燒 然後一個枕 那這個燒就剛剛提到 就是這樣的症狀大概就 好像都有 那就比較接近 那這個枕當然出來的時候 一開始的枕就是我們所謂的科士斑 是在我們大舊尺的旁邊的黏膜 科士斑 然後呢 慢慢慢慢就會往這個臉 往臉走 所以這個就是 最後所謂的馬臉就跑出來 所以這樣的症狀的症後呢 前後這個禮拜都要特別小心 好 看起來它比較特別 就是這個睫膜眼 對 眼睛會微光 微光 然後會流眼淚等等的 這個就不尋常了 那如果說又大約四天左右 就是發燒不舒服 四天左右出疹子 對 出疹子 更明確可以來推測 OK 但現在因為像剛剛 謝醫師講的 大家飛來飛去 而且你在旅遊方面也是 就是旅遊公會方面 醫師只要想到你就是 謝醫師嘛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說我們出國 在出國之前 尤其接下來 過一段時間就暑假啦 那家長 這個時候開始擔心了 不管你到底要飛哪裡的人 我們出國之前 到底要先做哪樣的準備呢 其實命只有一條而已 所以說出國開會或旅遊 萬一得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病 或者說客死異鄉 實在很刮不住 天啊 好恐怖 所以我每次出國的話 其實都會做一下 當地疫情的這個功課 其實也很簡單 只要上那個疾管局 它有一個國際旅遊與健康的網頁 然後裡面呢 你給它點選一個國際旅遊處方簽 然後你給它輸入說你要去的國家 那它就會顯示說 這個國家最近有什麼樣的疫情 那基本上呢 我又沒有怕 所以責任很大 所以呢 如果說真的疫情比較嚴重的 大概基本上我就不會去 那這個麻疹雷上 王老師你幾年級生 六年級 你有得過麻疹嗎 其實我們以前都住 鄉下種田的地方 應該說都群聚感染過了 你也有就對了 應該得過了 因為就像剛才明華講的 其實以前找一遍那個人 就像講還會對他感染 大家一起來就一次接觸 而且你住鄉下 你比較不容易就醫 所以就把它當 其實都當成像感冒這樣 其實很嚴重 當然就是因為那個 還有一個環境比較單純 所以有時候這樣講 你這樣流鼻涕一把鼻涕一把 眼淚大家都嘛 小孩子以那五年代的小孩子 爬來爬去 那個芥末當巧克力在吃的 真的 那我們鄉下 真的是那個以前早期 那個我們五零年代六零代那種狀況 所以早期應該都得過 所以我自己本身也沒有感染的問題 好 那許醫師是五年級生 有沒有得過 我也得過 我們那個年代大概90%以上都得過 所以我已經是無敵鐵金剛了 這就要問一下 是不是得過的真的百分之百沒問題 是 就是自然免疫是90%以上 但是也有一個學理的報告說 只有一千個其中可能一個 他會有二次感染 所以這個四年級生 五年級生包括我 我們那個年代確實是叫 往夭往事的年代 瘋瘋瘋瘋瘋 所以小孩子也很多 所以事實上感染的 就可能就這樣自體免疫了 所以那一代是自體免疫 就剛剛提到這一代的人 比較不會再二十歲 像我跟凱 我們是六年 水痘 因為小時候長水痘 然後沒有麻疹 我自己印象當 我跟她是一樣 我們也是六年級生 可是我自己都覺得 我好像是長過水痘 你們六年級有1跟9嗎 OK 但是我覺得現在小孩 是比較幸福的 像我的兒子今年三歲 他就有兒童的一個手冊 對 每個寶寶都會有 他就會有提醒你說 什麼時候該打麻疹 像他這個是第一季的時候 是出生到滿12個月的時候 他就會提醒你要打這個麻疹 然後這個的疫苗 就可以帶去打 那另外第二季的時候 就要到了這個五歲 然後到國小 這個上學之後都會來打 那他除了有這個本子 提醒你的時間到了 你要去打之外 每次到了要打的時候 那個衛生局 就會一直打電話來 就會提醒媽媽說 你的寶貝打了沒啊 什麼要帶來打這樣子 那這邊要提醒家長 就是說現在有兒哨法 如果說這個該打的疫苗 你沒有帶去打的話 你會為賞兒哨法 是用虐童來處理喔 對 而且你一劑沒打 他就會被通知說你去虐童 因為你是故意的 你不帶你的小孩去打 然後就好要故意 讓你的小孩去感染 所以依據兒哨法 要提醒家長會有虐童 然後最重會可以拔到 三萬元的罰還 所以喔 該打還是要打 就對小朋友來講 像現在都每一筆非常清楚 對 該打什麼他都會有清清楚楚的 然後五年級以前呢 我們剛剛也說了 基本上那個年代都得過也沒有問題了 好 那六七八九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好像已經有麻疹疫苗了 對 我們這些人到底 有些人就是覺得緊張 覺得是不是藥效過啦 需要再補打啦 什麼之類的 到底有沒有需要 MMR呢 一個是麻疹 腮腺炎跟得麻 事實上我們都做好防疫措施 只是現在是要不要追加 那剛剛提到就是免疫力 如果覺得這個免疫下降 或是你的保護期間的拖滿腸了 再來你要到疫區去 這三個理由的話 其實五六年級以上都可以來追加疫區 不過有一個問題喔 因為類似這樣子需要再補打的 像鼻肝疫苗啦 什麼等等的 我們也知道 好幾種疫苗都是這個狀況是不是 就是需要時間到了 對 所以旅遊醫學門診在國外 是專門在打疫苗 真的啊 我是亞太區的會長 那我去參考歐洲 他們真的是很乖 一個上午就四五十個瑞士人 排隊打疫苗 但是這個疫苗還是有個期限 就剛剛講的麻疹有可能 麻疹大概十五年 十年到十五年以上 但是流感是 有年增 叫年增 那米肝呢 現在最近的效率也在下降 後來抗體也沒有了 也大概在十到十五年 所以疫苗其實是有個效期的 我們胃腸科醫師 最常被問到 就是打B型肝炎疫苗方面 那我記得以前 曾經有一位年輕的女性病患 她來看我的門診 她說她下個禮拜就要結婚了 結果昨天才知道 她的未婚夫有這個B型肝炎 然後她說B型肝炎聽說很可怕 她說我不要得到B型肝炎怎麼辦 然後當場就在那邊好好大哭起來 事實上她實在不用太擔心 實際上我們有很好的方法 可以來預防 那她只要去驗 她有沒有B型肝炎的抗原 還有有沒有B型肝炎的表面抗體 那如果說她有B型肝炎的表面抗原的話 其實她就是帶原則 先生也有她也有 兩個人互相交流 都不太擔心 其實是滿公平的 那如果她有B型肝炎表面抗原的抗體的話 那其實恭喜她 她大概以前有得過 而且已經康復了 或者說有打過疫苗 所以她是無敵鐵進鋼 她也不用擔心 那要需要打疫苗 沒有抗原 也沒有抗體 這種就要打疫苗 好 所以這個麻疹的問題 大家已經知道該怎麼辦了 要去疫區的人啦 然後高接觸性的才需要再補打 不然其他人的話不用太緊張 你看這幾位得過的 不是多好好的坐在這裡嗎 所以不用太緊張 反而是我們的腸胃真的要顧好了 睡前想吃東西 這真的是嘴殘嗎 你遇到的狀況是怎麼樣 這真是一個好問題 我有一個 因為我是記者嘛 那我就常常有這個報社的朋友 胃常常都有問題 因為你知道我們都三餐不定食 那我這個報社的朋友 他大概四十幾歲 然後他已經是報社的主管 那你知道報社都比較晚下班 然後他們大概吃晚飯的時間 大概六七點就吃一個便當 那等到回到家大概 在十一二點準備要就勤的時候 咦 八度又厭啊這樣子 但是他就覺得說 你也到四十幾歲 大家就開始怕胖啊 就想說不要吃不要吃 忍耐一下就睡著了就好了 可是他有時候這樣子睡的時候 突然晚上都會覺得胃酸酸的 就不太舒服 然後又醒過來 然後後來這個情況 就持續了兩個禮拜 他跟我開玩笑說 小玉啊 我又不是二十幾歲 或十幾歲那種青少年 還要長大人 還在發育中 那還要一直吃吃吃吃 他就覺得很奇怪 後來我們就趕快勸他說 你還是去看一下這個醫生 照一下胃鏡 結果他一照 慘了 黏膜層 黏膜下沉這邊 全都破掉了 這時候胃酸就出來了 那就事情就大條 就馬上會引起腹膜炎 那個死亡率非常的高 後來慢慢的他的這個 那個食量就越來越小 這就常常不感覺到餓 吃不下去 或者是說就是覺得胃不胃 反正吃不下去也好 減肥 對 尤其女生都會這樣 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